这是一个很临时的视频 就是下个月初 科隆会有一个摄影节 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广告 我就特别想把这个广告分享给大家 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 或者说加了我的个人微信 说是可以一起去看看摄影展 或者聊聊天什么的 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在以后咱们的粉丝群 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咱们可以开一些线下的活动 比如说是一起去看摄影展 或者开一些分享会 或者说是我去找资源 然后咱们来自己做展览 会花一些费用 但是用不了很多 然后再一起讨论 我觉得那个应该会很有趣 然后更加有趣的是 你们也许不知道 就是在咱们的粉丝群里 有多少人比我还要厉害 咱们的粉丝很多元 我想如果咱们在一起 喝喝啤酒 抽抽烟 聊聊天 听音乐 那应该特别有意思 学习摄影的这个过程没有必要枯燥 我看有些地方都快把隔壁家孩子讲哭了 这个没必要没必要 我觉得开心快乐这个特别棒 然后这个摄影展我会去 就是有小朋友想一起去的话 你们就去看我的个人微信号 我那里头 我不知道 好像有我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还怎么着 因为有人找过来了 然后最后还是那句话 就是记得分享 点赞 收藏 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我的曝光率 这个对我为一个信号特别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例题 请听下面语音来分辨句子的真正含义 本小题时分 A.我们不需要任何赞助 B.我们不需要任何赞助 肯定不需要呀 真的 那还是需要呢 这个又是啥呀 这个是我在网上正赏息的 这是我现在正在赏息的照片 你看这构图 这光线 这内容 还有一张 不需要任何赞助吗 我们不需要任何赞助吗 这个词语音来分辨